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押制将人送往医院装叶克膜抢救 经费薄火的地点就在宜兰的一间旅店 走廊和大门都还留有不少子弹孔 现场一片狼藉 原来警方在凌晨12点多接获通报 有一名女子被人掳走 立刻出动四名警力道场 抵达套房门口来开门的正式被掳走的女子 原警将她救出后进到房间内搜索 黄信嫌犯人就躲在厕所里 看到原警立刻朝电梯方向逃跑 并朝原警开了三枪 第三枪卡弹 原警也立刻追上前 开七枪反击 一开始是不配合开门 后来就是被害人有机会 透出一个门缝 跟我们对话 然后我们夹大门缝后 生气将被害人救出 警方出波调查 嫌犯只因为女子前男友欠八千元 就将她约出来谈判 在社局将人从桃园卤到宜兰 幸好女子被救出时没有受伤 但嫌犯为何会有枪支甚至还有毒品 也沉了警方追查重点 华氏新闻做个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